英美称中国出口出人意料的恢复推动了7日全球股市的上涨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报告4月份出口额同比上升3.5% 5月8日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报道称 这标志着在3月份基础上的反弹 3月份的出口额同比下降了6.6% 根据路透社一项调查显示 投资者曾预期4月份出现幅度更大的下跌 并预测当月的跌幅会达到15.7% 这也好于预期的数据提振了市场 德国DEX指数和法国CAC指数上涨均超过1% 伦敦股市富时100指数收盘上涨1.4% 达到5935.98点 在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上涨0.9% 及211.25点达到23875.89点 中国经济复苏的任何迹象现在都将受到密切关注 随着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限制措施的放宽 工人们现在已经重返工作岗位 不过分析师们仍对中国的前景持谨慎态度 一些分析师7日暗示 4月份的出口反弹是早些时候工厂停工 导致订单积压所造成的暂时性提升 德意志银行的市场策略师称 如果能够持续的话 阶级的出口数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经济增长的担忧 近日公布的其他贸易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仍然脆弱 4月的进口额同比下降低于预期 表明中国国内需求仍然疲弱 报道称 在中国试图摆脱危机重新前行的同时 稍晚受到疫情打击的其他国家则落后的更多 这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复苏的拖累 另据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网站5月7日报道 中国4月出口反弹 但该国的服务业依然不景气 暗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结束新冠疫情封锁措施后 试图重振旗鼓时所面临的挑战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 在三月出口额同比下降3.5% 以及今年头两个月同比大幅下降15.9%之后 4月份出口同比增长了8.2% 这一恢复受到了来自东南亚较为强劲需求的推动 随着疫情显示缓和的迹象 东南亚的市场正逐步重新开放 海关数据显示 东盟今年前四个月的采购额增长了3.9% 相比之下 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额分别下降了6.5%和12.8% 欧盟和美国经济的很大部分仍处在关闭状态 尽管状况喜悠参半 但经济学家们称 这些数字表明即便仍存在硬着陆的风险 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证明是经得起摔打的